我也請到這個義夫啦 你怎麼看原子講說這個檢調到現在 確實也沒有拿出這個收賄一刀斃命的證據啊 但是陳佩琪的動作確實很詭異啊 陳佩琪講不清楚 到檢調那邊說法前後完全都不懂 四次四次的對於他去存ATM的這個原因是什麼 他也都講不清楚 而且竟然都可以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中間確實有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你怎麼看目前的進度 重點還是查金牛 你可以看得出來圖利 大概我覺得檢察官在圖利方面 應該信心蠻強的 那不管林中銘啊林榮青 林青龍 那基本上他們都是392到560 以及允建樓梯板面積120的 那一十二萬多的那個時代的事 對 因為20%容積率是在2020年後的事情 出現是在2020 他們是2018年就已經離職了嘛 所以找他們去只在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都有輪番提醒柯文哲 什麼事柯文哲就是不聽 就表示金華城的主導力量在誰手上 那只是那個也都是一個強化土力罪的證據啦 那當然現階段你看來檢察官是要 以圖利罪打底往貪污制罪條例第四條 違背職務收費罪往上走嘛 那往上走當然查就得查資金來源 查資金來源的時候 你要有去勾激形成一個可能的對價關係 下去釐清嘛 這都是正常的手段啊 正常的手段啊 當然檢察官放說什麼 他們說檢調系統也好啦 什麼什麼不管啊 但我只問一句話嘛 當民眾黨籍全黨力量黃國昌黃珊珊啊 包括陳志涵啊包括吳玉軒啊 包括陳佩琪啦 出來的講話啊 司法不公司法追殺 加上170萬 我跟你們說過那是什麼錢 什麼錢就是不相信司法壓迫 怎麼樣 9月8號 陳佩琪是不是在台上這樣說 對啊 9月10號600萬就出來了 供詞就出來了 那個就是告訴他們說 想一想你作證的時候 你是怎麼講的 你現在說我怎麼樣 對陳佩琪作證過 他怎麼還敢這樣講 檢察官的反擊不要忘記哦 檢察官的反擊 檢察系統的反擊 也可能是廉政署的反擊 也可能是調查局的反擊 因為不要忘記一件事 我約你當證人 我要錄音錄影 證詞你要拒絕 你要拒絕的 送到北檢錄音錄影 證詞拒絕 所以你看啊 民眾黨架很大聲啊 布什告給我看啊 你可不可以告給我看 而且再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因為這裡面的陳佩琪的四種說法 有出多少問題呢 第一個民眾捐的選舉經費 怎麼會到你戶頭不到專戶呢 對啊 怎麼會到你戶頭不到專戶 你再轉給你小孩呢 對 這馬上有法律問題 他在告訴你你的說法都有法律問題 然後你說避免遺產稅先提出來 避免遺產提出來 再規避遺產稅 其實他講的很多東西都有問題 然後後面再統一口禁 統一口禁前不要忘記 什麼爸爸媽媽往生的什麼 陳志涵都搞不清楚 你就隨便出來講 你看吳宇軒到最後600萬出來的時候 吳宇軒出來是在跟你講什麼 講那個提款 那個用存款機 什麼什麼什麼違不違法 怎麼樣他不跟你講600萬 在講啊 我說在講啊 不等於說 你們在外面放話攻擊 攻擊這一些偵辦單位 偵辦單位只是告訴你 你在這裡說什麼 你在這裡說什麼 這裡有簽字的 有錄音錄影咯 你說陳佩琴旁邊 黃珊珊有沒有幹過律師 他不知道作證有錄音錄影嗎 他不知道嗎 所以奇怪了 證人不用簽結嗎 黃珊珊不知道嗎 對 黃珊珊的動作真的有點奇怪 你站在旁邊 你還不阻止陳佩琴 還不讓他講 所以繼續講嘛 你講越多你會發現 你逼的檢查檢查系統或是被你指控的單位 他必須去釐清一些事情嘛 所以再講嘛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查金流的過程你說保險箱 其實扁岸那時候我們都經歷過了 保險箱查保險箱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查 你有沒有把錢擺在保險箱 其實你說保險箱很小 看你租哪一款的 對 人家十幾億都可以擺在保險箱 對不對 那扁岸的時候十幾億都擺在國泰 四華地下室的保險箱裡面 那你說查保險箱 保險箱裡面 其實你說很難嗎 其實檢查觀察保險箱 其實也不難 因為譬如說 我現在要把我要辦中聯晃 我把吳靜宜列為關係人 你們的姓名身份證字號 一出來我丟給銀行 銀行一下去查 這個人有沒有撐出保險箱 都知道馬上就會知道 除非你是用我所不知的人頭 我所不知的人頭 如果是我知道跟你的關係 我一下去馬上就知道 你有沒有開保險箱 那你開保險箱 其實你說他是 現在才知道有保險箱嗎 我絕對不認為 如果我知道你在哪裡開保險箱 你的相關人在哪裡開保險箱 我都知道 我一定派人盯著 有沒有人異常進駐 因為很簡單 我是不是有在搜索範圍內 沒有查到搜索範圍外 有擺現金 然後要被查到了 趕快拿去擺銀行 我就在外面等著 有沒有異常狀態 有沒有異常狀態 那發現都沒有人動的時候 那我就下去查 所以我覺得檢察官不會這麼晚查金流查到現在跟你說 我現在才知道有保險箱 我不相信 因為我朋友也被查過保險箱 陳水扁案你看他們查保險箱 黃黃面透過兩個女性友人開了兩個保險箱負責擺 吳書責的珠寶鑽石什麼一大堆誰開的什麼保險箱誰開的都不是本人 但全部那些保險箱全部都被查出來 所以保險箱 那保險箱一定登記的是柯文哲嗎 一定是陳佩琦嗎 還是其他人呢 不知道 都不知道嘛 我們現在他們也不講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嘛 那保險箱裡面 鑽石啦 珠寶啦 或是剛才講的什麼金鑰啦 什麼他都可以藏在裡面 黃金啊 現在最夯黃金嘛 十兩十兩的黃金你看攜帶多方便 變現能力多強 那你在查什麼 查除了有可能的現金外 你有沒有換成其他變現容易的高單價的珠寶等等 這些也要一併查嘛 所以他現在在查什麼 查金流其實他第一步要勾擊的其實是那1500 他要不要找出一個相對的 那個金流出來 他要去查這個嘛 第一階段一定是查這個嘛 那虛擬貨幣就交給另外一個檢察官 我現在要勾擊的是那1500 我一定要先勾擊那個 你勾擊完了以後 你才去看另外檢察官虛擬貨幣 那另外是還有沒有額外的繼續查 所以他在查對價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來一件事情就是說 勾可不是勾可 縱望該報而沒申報 這邊講幾個 第一個勾可是私人企業 新故鄉是社團法人 依規定三月底前要報 對 縱望是登記在台北市的地方信財團法人 依規定5月底以前要報 請問你政治獻金什麼時候要報 不是選完以後4月12號對三個月嗎 你沒發現這三個時間打在一起嗎 你有沒有發現這三個三個要申報的時間打在一起嗎 如果打在一起又沒申報 裡面又傳出什麼在桃園辦活動要用縱望什麼一大堆 那你仔細想一想這三個是什麼關係 再加上一個勾可 所以在對話關係上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跟李文娟的對話上面 我們不管什麼媒體大亨啊 裡面提到了什麼 第一個選舉剩餘款 請問你選舉剩餘款不是在專務裡嗎 哪來的選舉剩餘款呢 可以拿出來用 不行喔 已經結束囉 對不行 哪來的 對 很奇怪喔 第二個 有沒有提到縱望 有沒有提到新故鄉 目可眾望新故鄉加選舉金貝 有沒有提到這四個字詞在出現 都有出現吧 然後他跟誰要他把這些資料弄出來的 李文娟 那換言之我們可以合理的彩測 他建構了一個資金平台 資金平台的金流的掌握換來換去的 那個掌握交給誰管理 李文娟 最終的財事者叫柯文哲 你從對話裡面 你就可以釐清這些關係 但是這些金額跟金華城有沒有關係 那是一個問號 因為很清楚一件事 如果我犯罪我收回 我的會計在這邊 有很多錢從哪裡來 我是不會跟他講 我只是把錢交給你說 你這個到哪裡去 你這個到哪裡去 我不會跟你講金錢來源 所以這裡面關聯性在哪裡 所以你說他們在查 好像在查一個案子 不只吧 一併都查了吧 縱望也查了吧 目可也查了吧 什麼都查了吧 所以